嗨 大家好 我是Tania 蔡劍牙 今天是10月16日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我最近比较难忘的一件事情 就是染头发 我相信大家看到我就觉得 这是蔡劍牙吗 有些朋友被我这个医生的经法 有点点吓到 但是我告诉大家 这我也被自己吓到了 因为呢 光是要说服我染这个头发 我是一个很少会 就是我会染发 但是要瓢 然后再加其他颜色 我是从出道到现在 都没有做过这件事情 所以真的要去说服我做这件事情 已经也没有说很困难 只是我真的没有想到 在我做的这个动作的这一刻 会是我人生最漫长最痛苦的一个过程 因为它花了我13个小时 我已经算是打破了很多人的记录 对 因为我做了13个小时 我这头发 但这颜色其实已经 就是褪色很多了 就变淡很多了 一开始其实很多很多颜色 然后第一次我还记得 就是我坐在那个法郎的椅子 然后漂了一次 我就觉得我头皮快死掉了 然后他在呐喊 然后 我以为洗完了 然后 再回去的时候 他们继续帮我漂 我说你疯了 你疯了吗 你要继续漂 但那时候也不能临时退缩 因为你已经漂了一半 我也没有办法这样 出发廊 因为非常不见 就见不得人 然后呢 就是漂了两次 然后就开始染头发 染了一次我就觉得 哦我可以回家了 结果没有 洗完上去再染一次 我说你疯了 我内心的OS一直在说 你疯了吗 你疯了吗 然后 第二次就觉得 诶应该差不多了 因为我在想 可能还要几个步骤 让我的头发有不同的层次 后来 呃最后呢 呃 当我已经要起 起身回家的时候 所有的人就是 发型师跟造型师 每个人都看我头发 就觉得 颜色有点淡 我觉得我们 还需要再染急措 就是深色的头发 我内心已经是那种 你们真的疯了 我也疯了 所以呢 这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的一个故事 就是 也没有鼓励大家 要去做这件事情 但是 呃我也 没有不鼓励 人不要做这件事情 就是 怎么说 人生都要有第一次 然后我现在这个阶段呢 就是 每 每 几个礼拜都要补染一次 然后 可能就 只是在这个阶段自己 给自己一次的机会去 做一个疯狂的事情 然后祝大家 头皮健康 头皮健康